哈囉大家好,這是Nexus 那我看一下今天要講的是什麼 呃,女角吧 女角要怎麼去做生 那我這邊就講一下女角齁 女角的話,它有兩種比例 如果做比例的話,你可以去看我的股價 我講解股價的部分 好,那個女性的話 如果就東方的 東方亞中人的比例的話 大概是女性的 女性大概會在五頭生左右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女性大概會有兩種頭生比 就是如果你在狀況下的話 如果,就是如果你是在畫 譬如說一下在漫畫,然後她是在一個 年紀下譬如說 我,你我設定了一個女角 然後她是國中生 那國中生的話,那如果是 或者是她設定她是上班族 那就表示她成年了 成年的女性 那這個的比例的話 建議來講的話就是 左邊是四頭生 四頭生到三點五頭生 四頭生,我要我要寫 四頭生,左邊的是小的 比較小隻的女生 也就是說在我們做小孩子 國中生 或國小生 四頭三點五 我說三點五頭生 你可以用去比,你用手去比 看就是說 有沒有,三點五頭生 然後到四頭生 你的比的話,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用指頭比,然後你用大拇指比 這樣子嘛 一二三,一二三 然後三點五 三點五,是我目前設立帶蘿莉的角色 如果我測了很多次 發現說三點五是一個比較標準的比例 如果是在往上的話就會跟其他疊在一起 往下三點五會比三頭生的小孩子更大 那這邊設定的蘿莉 蘿莉角色就是說 他大概一個點上 生長到一個點 自然呢 自然沒有生長 自然沒有繼續往生長 而不是說諸魯那種 不是說諸魯因為病 沒有辦法生長得起來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 上班族或是出社會的話 那大概就是五頭生 左右那五頭 一二三四 好 對不對啊 那好像沒看到 看一下 一二三四 四 大概大概四頭生左右 好 大家來看一下 講骨架完了之後 來看 等一下 然後再做部分的話 去做 去做設定的話 去做設定的話 那一般來講的話 女性會有比較多 會需要做裸露 也就是把一些 把一些 把一些 那個叫什麼 把一些那個 比較想讓人 吸引人的部分露出來 所以他 大部分的女性的角色參考圖 都比較沒有他短裙之類的啊 短裙啊 長襪之類的啊 那比較少 比較少短襪 其實你如果 實際上 大家會穿 會穿這種傳型襪 那我畫 女腳 我還真的沒看過幾個人 會用傳傳型襪 就是說 女腳就是會要 要求會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要露 露的有技術性 那還有一些就是說 基本的一二三四 基本的那種做法 並不是說不對啊 然後就看你的部分 看你的需求 要怎麼去做培養你的女腳 反正你只要知道 反正在畫女腳只要知道 裝飾 多一些些裝飾 多一些些 小的配件 像這個嗎 法式這個角色有法式 然後這個手 然後衣服的部分 多一些點綴 譬如說這個 原本如果全黑 就比較 全黑這個 就比較難看點 但是你現在加上 金邊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最後還有什麼 那如果你是 養固定的角色 譬如說 你要畫短慢的 或者是漫畫的話 那你必須要準備一下 固定的設定 像我設定稿裡面 左邊是用頭 這個角色的 他的頭套 頭套是這樣子 然後這隻烏龜 是我自己加的 好 然後再看最後的話 有沒有一些小配件 可以做一個角色的做更動 或者是做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特色 好 那女腳大概有這幾種方式 可以去做進步 好那就講到這個地方